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皇帝的新装 安徒生 许多年前有一位皇帝 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 他为了要穿得漂亮 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 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 也不喜欢去看戏 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 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 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 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 皇上在会衣室里 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 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 生活很轻松很愉快 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 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 他们说他们是织工 他们说他们能织出 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 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 不仅是非常好看 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 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 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 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皇帝心里想 我穿了这样的衣服 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 哪些人不称职 我就可以辨别出 哪些人是聪明人 哪些人是傻子 是的 我要叫他们马上 支出这样的布来 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 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 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 可是他们的织机上 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们接二连三的请求皇帝 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 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 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 忙碌的工作 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值得怎么样了 皇帝想 不过 他立刻就想到了 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部的 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 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 虽然如此 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 全城的人都听说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 所以大家都很想趁机会来测验一下 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城市的老部长到织宫那去看看 皇帝想 只有他们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 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 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片子的工作地点去 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的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老部长想 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那两个片子请求他走近一点 同时问他 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 色彩是不是很漂亮 他们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机 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眼睛越睁越大 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 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爷 他想 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 我绝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 难道我不称职吗 不成 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哎 你一点意见也没有吗 一个正在置部的志工说 啊 美极了 真是美妙极了 老大臣说 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 多么美的花纹 多么美的色彩 是的 我先要承报皇上说 我对于这部感到非常满意 嗯 我们听到您的话真是高兴 两个志工一起说 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 还加上些名词 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 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时 可以照样背得出 事实上 他就这样办了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钱 更多的丝和金子 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 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 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 不过 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织机上工作 过了不久 皇帝派了另一位城市的官员去看看 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 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好 他看了又看 但是那两家空空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 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 您看 这段不美不美 两个骗子问 他们指着一些美丽的花纹 并且做了一些解释 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 这位官员想 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这样好的官职吧 这也真够滑稽 但是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 因此 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 同时对他们说 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 是的 那真是太美了 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 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 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织员 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城市的大臣 这样 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 这两个家伙正全力以赴的织布 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 您看 这不漂亮吗 那两位城市的官员说 陛下请看 多么美丽的花纹 多么美丽的色彩 他们指着那家空空的织机 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不了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皇帝心里想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这真是荒唐 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 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 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啊 他真是美极了 皇帝说 我表示十二分的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 他装作很仔细的看着织机的样子 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跟他来的全体随缘也仔细的看了又看 可是 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 不过 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 啊 真是美极了 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 穿上这衣服金字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 真美丽 真精致 真是好极了 每个人都随身附和 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 皇帝赐给骗子每个人一个绝世头衔 和一枚可以挂在纽扣洞上的群章 并且还封他们为预聘之师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 在头天晚上 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 点起十六支蜡烛 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宫 要完成皇帝的新衣 他们装作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 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踩了一阵子 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 最后 他们齐声说 请看 新衣服缝好了 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 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 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他们说 请看吧 这是裤子 这是袍子 这是外衣等等 这衣服轻柔的像蜘蛛网一样 穿着他的人会觉得身上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 所有的骑士们都说 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 两个骗子说 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被陛下换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 这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 一件一件的交给他 他们在他的腰尾那弄了一阵子 好像是敬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这就是后居 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 扭了扭腰肢 上帝 这衣服多么合身啊 要是裁得多么好看啊 大家都说 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 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花盖准备好了 只等陛下一出去就可撑起来去游行 典礼官说 对 我已经穿好了 皇帝说 这衣服合我的身吗 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 因为他要教大家看出 他在认真的欣赏他美丽的服装 那些将要拖着后居的内臣们 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 好像他们真的在拾起后居似的 他们开不走 手中拖着空气 他们不敢让人瞧出 他们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就这样 皇帝在那个腹里的滑盖下游行起来了 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 天呐 皇上的新衣真是漂亮 他上衣下面的后居是多么美丽 衣服多么合身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 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 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 或者太愚蠢 皇帝所有的衣服 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 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 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 爸爸说 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 私自低声的传播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 有一个小孩子说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皇帝有点发抖 因为他似乎觉得 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 不过 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 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 举行完毕 因此他摆出一副 更骄傲的神器 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 手中拖着一个 并不存在的后居 我一直都不存在 我应该可以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